哈喽大家好 我们又回来了 我们今天还是试驾保时捷 因为没有办法 这个大街就对油车和空马 像的存在 这台车的前身 大家都非常熟悉 是保时捷卡验 这款COOPE呢 是2020年才推出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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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COOP COOPE 所以这款COOPE 是2020年才推出的 2021款以展现的设计原处 和优雅的车身线条 名叫出于凯燕 截然不同的视觉感受 大家肉眼可见 COOPE 以凯燕又好看多了 对 它整个车看着更运动 更有线条 它感觉像彭于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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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的 就是一身的肌肉 然后大家很帅气 对 然后凯燕呢 有一点像 Family Guy 那你以前有试驾过凯燕吗 其实我以前 用过一台凯燕 但是我一个二代朋友 那回国了 这台车不要了 所以一万五卖给我的 这么便宜 一万五 然后开了几年之后 一万八卖出去了 哇 哇 你没有二代朋友 还在这儿吗 不在了 失去了联系 所以当你有个二代的朋友 你要多珍惜 一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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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sche Cayenne Coupe 完整搭载 Cayenne车系 最新世代科技配备 重新定义性能SUV运动化风格 我们首先听一下声浪 这边的设计团队 它们有一个理念 就是Shape by Performance 它这边呢 已经做了一个 跟卡燕完全不同的设计 就是它这边更加的扁平 然后有一个流线型的设计 更加的Sporting 它这边的设计是宽了1.8公分 所以它是更低扁 更壮硕的一个感觉 更有跑车的感觉 更像帮鱼燕 车的前方呢 它其实比卡燕要低两公分 但是其实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如果你只看它的上半身的话 你感觉这台车有点像帕拿摸拿 这台车配备了一台 普通的21寸的推动轮毂 但只要你舍得花钱 官网上有各式各样价位的轮毂 可以共军选择 与车身完美整合的尾翼 会于时速90公里以上 延展135毫米 其实蛮大的了已经 但是听说它这个是比卡燕要小一点点 为什么空间是比卡燕小呢 因为首先它的后面是溜背造型的 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 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是一个硬顶的 而卡燕它是一个软顶的 是可以收回去的 所以它这样打开之后呢 它是有一个弧度在这边 所以它的空间是比卡燕要小一些 肤肤确实是看上去比较好看 可以看到我坐进来 身体是有一点往后粗溜的感觉 会顶到这个后面 腿部空间这里其实还蛮大的 不会说顶到膝盖这样的问题 以车顶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并没有很高 个人而言 可能因为我身子比较长 这台车的天窗呢 它是固定的是不可以打开的 虽然它的空间蛮大的 但是你也可以不要这个天窗 因为它毕竟不可以打开嘛 你也可以把它换成碳纤维的车顶 这个车其实比普通版的凯燕低了两厘米 从外面看不太出来 但是坐进来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感觉 凯燕S Coupe 配备了多功能运动型方向盘 搭配小滚轮控制 非常的方便 那这个多功能运动型方向盘上的模式开关呢 可以让我在四种驾驶模式之间瞬间切换 窗控台呢也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除了可以进行个人喜好和音乐的调节呢 还可以下载一些APP 当然APP是要付钱的咯 那我们就出发试驾一下 Coupe 哇这个Coupe 虽然说它整个车的高度降低了一点 视野还是蛮高的 跟普通的轿车比起来的还算是一个SUV 我觉得它开起来比Titan要灵活多了 那就是说明他们的电车没做好 真的是我觉得还蛮灵活的 他们的车机身头还是有业界之光的 非常运动 我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它那种 血迹基因在我的实验里流淌 你已经感受到了彭于晏在你的C里鞠铁 不错 而且车蛮安静的啊 里头蛮安静的啊 外面不是很安静的 我觉得是它的玻璃做的好 它没有什么风噪路噪 没有任何的风噪路噪 它的那个密封做的比较好 现在是红灯啊 我等下要挤入参与一下 看看什么感觉 嗯 嗯 好 那我们换成了Sport Plus的 你一按Sport Plus的按钮呢 就马上声音出来了 走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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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猛了 还是挺有劲的 而且我懂了你说的那种 油车的那种 嗯的感觉 对 让你会觉得有一点 血脉喷张 是有一点 然后你会想笑 其实就是很多人都说 你开油车 它的所有的震动感 和它的一体化 会让女生高潮 我还没有 哈哈 我和女生比较难 哈哈哈哈 之前有一个节目是这么说的 说为什么有一些女生 喜欢豪车啊 马上拉第啊 保时捷 是因为它的一体化 和它的震动 是真的会让女生 有那种想高潮的感觉的 就好像刚刚小追说 它有点想要笑 它就是一个荷尔蒙的烹发 对 啊 我们刚刚加速感受了一下 这个车呢 是434匹的马力 然后它的扭矩是550牛顿米 0-60的加速度也不错 14.7秒 那当然相对于特色拉而言 是比较慢 但是它会给你有灵活的速度 综合的一个感受 对 转弯的话 我觉得它的超酷性也非常好 它抓紧性也比较好 身子甩的感觉 其实还好 并没有让你觉得说 这个车忽悠忽悠的没有 感觉它抓地性还是蛮好的 控制性也非常好控 那Sports Plus Mode的时候 你特别感蛮强 你确实需要这个把手 我之前觉得这个把手 就有点鸡肋了 但是这个Sports Plus Mode You need this 确实有点慌 哈哈哈 那我换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车 是有盲区的 就是 哦对 它的镜子有点小 对 它的第一是倒车镜留一点小 然后第二就是它可能后背 比较窄一点 比较矮一点 所以它那个玻璃是比较窄的 然后再加上它旁边有车 就是挡住了一块的视线 如果换到的话 有并线辅助会好很多 然后当然相对于我这种 就是车技很一般的人 就是如果你觉得 你不需要并线辅助 那也无所谓 然后我觉得底盘蛮硬的 就整个车感觉非常紧凑 电波感它是相对于有一点点的 但是 不难受 啊赶紧换我赶紧换我 除了Drive Mode的这些之外呢 还有一个Off Road功能 Off Road功能呢 里面也有正常 然后碎石 然后Mod Sand Rocks 就是越野功能 做得非常好 所以这台车呢 竟然可以拿去越野 我也是搞不太懂 你会开这台车去越野吗 我会啊 你会吗 我会啊 你会谈 所以它这个Mode呢 也可以在这个小圆钮 这里直接在高速上可以换 你不用看这个屏幕 就可以换成 Individual Normal Sport Sport Plus 哇 这中间的按钮呢 是一个Boost 所以说它让你在Sports Mode的 这个前提下呢 更加Boost速度 它只有20秒的时间 对 车的屏幕比Titan好多了 保湿器还是 Traditional的车会比电车好很多 真的是 又大又舒服 看着又清楚 然后又安全 好 好了我们开始了 我们现在是什么 Mode来着 好像是Normal 来了朋友们 哇 哎很稳哎 你看 超稳的 在你的加速的时候 它不会左右晃 然后让你觉得这个车的底盘非常的 你有依靠的感觉 哇 这个真的是 试了这么多台车 终于找到了我的爱 每一次跟小街均试驾特斯拉 我心里都苦 太难了 太难了你知道吗 我还要说我喜欢它 哈哈哈 你没有说你喜欢 你的态度一直就很傲慢 哪有 好帅啊 真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车刷车其实蛮舒服的真的 是因为我开的好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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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声音整直的配合到我的震动 配合到这台车的操控感 它是全方位三百元出入的 让你觉得这是一台车 真正的车 一台有灵魂的车 你这一台血脉很长的车 哈哈哈 这才是今天叫做Fast and Furious 那种假的东西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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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车是我试驾之前 那包括Mercedes Benz 包括刚刚的Tyton 再包括Tesla里面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台车 我们现在就会定这台车 你真的是非常兴奋啊 哈哈哈 我的心就好像Butterfly一样 这台车真的是一点都不让我失望 嗯哼 就是以它的价格 以它的操纵性 以它的驾驶感受 而且它的名头 对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一台保时捷 名副其实的一台保时捷的轿跑 真的非常舒服 哎呀超爱的 这台在美国的价格是9万美金起跳 当然你可以选装啊什么的 它价格会更高 保时捷它非常有名 就是它的客制化嘛 是的是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配它的轮毂 它的内置 而且它选择非常多 可以看到官网上 轮毂就十几个是不是 对当然相对于中国而言价格好很多 你开中国卖多少钱 不知道 取价123万 哦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这台车是SUV 卡燕也是SUV 家庭来使用的话 你觉得哪一台更使用 空间来说的话 当然卡燕比较大一点 卡燕 Coupe S 它虽然是五座的 但是它其实中间那个座是很鸡肋的 它最好是只能坐四个人 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三口之家的话 还是OK的 但是如果再多一个人 我觉得这台车就比较 不是那么的方便 但是如果是我选的话 我是坚决是要选这个Coupe的 好看吗 太好看了 而且太好看了 对 其实以车本身而言 不管是驾驶感受啊 速度啊 内置而言 当然我最喜欢是Coupe 因为它的驾驶感受真的是无与伦比 但是你说我会买哪一台 我还是会买特斯拉 这种有一点 Once you go there you cannot come back 那种感觉 它其实我觉得特斯拉的理念 有一点像iPhone 就像iPhone第一代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说啊 怎么那么难用 怎么怎么样 但是到后来第三代的时候 大家 大家就离不开它 就是它的用户粘性是很大的 对 就是你只要习惯了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离开它 这边它的驾驶 是跟特斯拉的X 是一个假位的 那你觉得是亚燕Coupe S呢 还是你会选择特斯拉的X呢 太难想了 这两个有一点难 就是以外观而言的话 我当然更喜欢S Coupe 它更运动 然后更有年轻感 对 但是呢 X有一个东西 Coupe是没有的 I know 这是它的音域门 对 它那个音域门真的很炫酷 就是你不得不说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你有一点审美疲劳 但它还是一个很炫酷的元素在里头 对对对对 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了 对 但是以内置而言的话 真的保时捷肯定完胜了 对 它的内置是富力豪华 然后有高级感 但是它新款的Model X呢 它整个大换血 然后它就是把它的方向盘 改成了T型的方向盘 里头是没有任何波感的 所以是看着更现代更有科技 更有未来感的一台车 但是实物怎么样呢 那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目前网站上显示 你现在订的话 大概是6到12周 可以取到这个新车 那等它上了 我们可以再去看一下 好的 那我们一定会去再吃价的 嗯 我们视频前的小伙伴们 那么你会选哪一台呢 赶紧留言跟我们说吧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那请大家关注我们 而且打开小铃铛 然后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留言 在我们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及时回忆的 对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这让我觉得它就是一个shape 它就是一个健身房 它就是一个健身房 可以吹打 什么大汗的一个 然后一边健身的时候 嗯 嗯 我感恩谢谢 自己让你吃饱了 哈哈 这个不行 太小了 你能这样吃 我看不下去 可以 kg